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钻脑骨取随 带为高竹 即随学皆解 探怀中御馆 中有丹药之谢 以图其身 骨乃如故 老子曰 更除其繁文 存五千言 极致京城公毕 二人亦不知所亡 周灵王在位时 有福提国的两位使者觐见 这二人颇有神通 忽老忽少 行踪不定 或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或只见其影 不见其行 他们两人手肘之下都系着一个四寸见方的金壶 上面雕刻着五条栩栩如生的龙 壶口用青泥封着 启封后 从湖中倾倒出墨汁 墨汁浓稠漆黑 犹如七官国的黑漆 撒在地上立刻凝固成黑色的小石块 仔细一看 竟都结成上古的蝌蚪蚪 蝌蚪蚪写的都是开天辟地 混沌初开以来的天人之理 玄妙无比 老子觉得毛色顿开 在两位使者的协助下 开始创作道德经 写在玉碟之上 用金丝绳截了一遍 小心翼翼地藏在玉寒之内 由于日夜辛苦写作 很快 金狐狸的墨汁用光了 二位使者竟然掏出尖刀 照着心口猛刺几下 宣邪涌出 以邪待墨 蜡烛用光了 二人就凿开头颅 去脑髓坐高 点灯照亮 最后 二位使者宣邪和脑髓都用光了 就从怀里掏出一个浴管 倾倒出一些丹药的粉末 涂变周身 不一会儿 身上的伤口全都不见了 就在这种精神支撑之下 二人配合老子完成了十万字的道德经 老子仔细审教书稿 叹道 废话太多 于是 老子大笔一挥 删凡就减 十万字 删的就剩下五千字才满意 书写完后 两位使者便消失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荧幕营社 我们下期再见